嗨 你好吗 我的朋友 也许在2023年 每当你是要喝一杯珍珠奶茶的时候 那边的店员 他会给你一张一个纸吸管 当然我相信各位就跟我一样 对这个纸吸管生物痛绝 但是又不忍心使用更多的塑料吸管 给海里面的海归先生增加太多的负担 他们已经吃塑料已经吃太多了 像这种纸吸管 虽然很轻 很便宜 很便宜 还蛮大的 可以用来吸珍珠 但是有一个十分大的缺陷 就是纸 它非常能吸水 所以你只要把你的纸吸管 塞到你的珍珠奶茶里面 然后过几分钟它就软掉了 你就喝得很难受 那么最近呢 我发现了一个东西 它叫意大利面 相信你们都不过使用了这种食物 我们来打开 我们的这个意大利面 那么拿出一张 拿出一根 意大利面 天哪 这个 天哪 这就是 这不就是量身定做的吸管吗 但是也许有人说 意大利面 这么脆弱的东西 能当吸管吗 它这么易碎 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 它的那个坚硬程度 我给你掰一个 给你掰一个 对啊 我用我用点力啊 我本来想 我本来以为这东西它真的非常非常易碎 所以我没有用很多力 但是我现在用点力 还是非常易碎 但是 我用了比较多的力啊 我用了比较多的力 但是对于一个吸管来说 它已经它的硬度已经已经非常的称值了 那么我们再掰出一张 拿出一张这个意大利面出来 那么我们需要用它来测试一下我们的珍珠奶茶 我就突然掏出一个珍珠奶茶 这是这杯是超大杯的 你们知道吗 这边这杯我买过来 我为了做这个试验 我花了6欧元 你知道吗 一杯这样的奶茶 这边他妈意大利买6欧元 你敢想 所以我是为了专门试验这个事情 专门买过来的 不然我可以买很多瓶可乐 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还有一个包装上面 还有这个图标 说不要为你的海贵先生吃更多的塑料 他们真的很可怜 我们来开始我们的第一步 用我们的意大利面来插进去 我相信对于意大利面的硬度来说 插一个 奶茶来说轻轻松松 我再插一个 他妈怎么做 you what the fuck 不应该 为什么这个东西它这么硬 天呐 you what the fuck 这是什么坚硬的材料 我没见过这么硬的东西 我要用力了 我要用力了 我真的要用力 举住 我裤子上都是奶茶算了 但是不重要 主要是我们的意大利面 它战胜了这个东西 战胜了这个奶茶的包装 我们来喝一下 这怎么吸不上来 怎么回事 不对 这珍珠好像对这个意大利面来说有点太大了 但是等我们 把它用来当一般的吸管还是可以的 但是我相信世界上还会有比这个更粗的意大利面 那么这一期先到这里 我向你们介绍了意大利面真的可以当吸管 如果有朝一日 珍珠会变得更小 或者意大利面能做得更大的话 我相信他一定可以 可以胜任这个止习惯的所有工作 还有他 他不会变软 他真的很 他可以 他可以吃 你知道吗 你吃进去 你不会死 他也 Буд 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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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